在清朝末年,女性的地位普遍低下,底层人民更是遭受各种束缚,然而,在同志年间的浙江,有一位女子不甘屈从,以卓越的才华和坚定的意志创造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她经历了种种困境和苦难,但始终保持着坚强的生活态度。 这位女子就是王彩玉,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王彩玉出生于清朝同志二年,1863年,她原本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然而,她的父亲王有则是个好吃懒做的顽固子弟,家境开始急转直下。 王彩玉的两个弟弟也都有各自的问题,其中一个有毒瘾,另一个则生活不能自理,面对家庭的困境,王彩玉年幼的她挣扎着接过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因为年幼,王彩玉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通过手工活来挣钱,她的巧手让她能够做好针线活,并将作品卖到街上,尽管日子艰难。 王彩玉从不放弃,她一直努力维持着这个家庭,她的坚强和毅力使她逐渐成长为一个妙龄少女。 年满19岁的王彩玉被父亲许配给了一个丈夫,婚后不久,王彩玉生下了儿子。 然而很不幸,这个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丈夫在儿子去世后,也不幸患上了瘟疫去世,孤立无援的王彩玉回到了老家,但她的父亲也在她回来之前去世了。 在家人和丈夫相继离世后,王彩玉感到了巨大的绝望,在绝望之际,王彩玉决定回娘家,但她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去寺庙做尼姑。 然而,无法忍受尘世之苦的王彩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待发尼姑。 尽管尼姑生活充满了禁欲和苦行,王彩玉勇敢地面对这所有的挑战,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弱女人生活被逼到这不田地。 可以说她这辈子也难得翻身了吧。 王彩玉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准备在佛灯前孤身终老,殊不知她这样的做法,却不知不觉地为自己迎来了新的人生拐点。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王彩玉的寡居生活后来被她的堂兄王贤东给打破了。 王贤东当时在一家店里做伙计,店老板叫蒋兆聪,和王贤东虽然为主仆关系,但关系却非常好。 蒋兆聪刚好当时丧妻不久,他也为自己的爱妻去世而一时难以从悲痛的心情中走出来。 王贤东看到情况后,决心撮合自己的堂妹王贤玉和自己的这位老板走到一起来。 公元1886年,23岁的王贤玉与45岁的富商蒋兆聪在王贤东的介绍下结婚了。 婚后,王贤玉又为蒋兆聪生了两男两女,长子蒋瑞元,长女蒋瑞莲,次子蒋瑞青,次女蒋瑞菊,可谓是花开满之夜繁茂了。 但是上天似乎专门惊着捉弄王贤玉一样,长女和次子在不久竟相继夭折了。 更可怕的是,丈夫蒋兆聪居然又因瘟疫而去世,这让王贤玉又一次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在丈夫蒋兆聪的过世之后。 他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儿子带大,王贤玉一直都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到处聘请名师为他讲课。 在后来蒋介石想要外出海外留学时,母亲也是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后来他在日本接触到了之前从未听闻的新潮思想,还加入了同盟会,开创了很好的发端。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王贤玉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就离开了人世。 这也成了蒋介石心中永远的愧疚,会时不时地思念自己的母亲。 蒋介石的一生是极具争议的,对于蒋介石我们不去评价。 但其母王财玉的一生却颠沛流离地,从自小富裕的家庭到不得已做刺绣补贴家用,之后两次婚姻的挫折都让他失去至亲至爱的人。 然而老天一次次地捉弄并没有让王财玉放弃生活,在他的努力之下蒋介石被健康地抚养成人。 虽然他没有等到儿子成为国家的总统,但是他的苦心养育和悉心培养却深深影响了蒋介石的一生。 蒋介石母亲的坟被挖开,里面的棺材未落地,有什么说法? 1956年春,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收到一封中共中央通过在香港的张世昭先生转来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并告诉蒋介石,凤化之木炉依然,西口之花草无恙。 退居台湾后,蒋介石一直记挂着故乡的祖坟,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传言说蒋家祖坟被中共铲平,信以为真的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寝食难安,收到这封信后,他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收到中共的这封信后,蒋介石派曹巨人秘密前往北京,与中共商谈第三次国共合作事宜,毛泽东指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可以实行三民主义,一切照旧。 并安排了曹巨人赴凤化,查看蒋市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巨人专程到西口,对蒋家的祖坟,特别是蒋母王采玉的坟营慈安,进行查看。 曹巨人拍了不少照片带到台湾,告诉蒋介石,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族政当局维护促使之致意。 此后的数年间,曹巨人秘密往来与海峡两岸,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毛泽东提出,只要按照一纲四目来处理两岸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就在一切都在炒好的方面发展时。 却发生了1968年红卫兵炸毁慈安的事件,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气愤,两岸统一大业也因此搁置,成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蒋介石和母亲王采玉的感情极深,在败退到台湾后,还在自己的卧室内供奉其母一项,每天亲母慈恩,为了纪念母亲。 蒋介石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日月坛,为母亲建了一座永久性的慈恩塔,同时也告诉台湾民众要刻尽孝道,永怀慈恩,蒋介石幼年丧父,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青又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虽然蒋父在临终时,嘱托蒋介青要孝敬继母,照顾弟妹,但蒋介青却置之脑后,在父亲去世后不久,连分家担过,让蒋介石母子相依为命,嫁到蒋家后,王采玉勤俭持家,将蒋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平静。 如果说王采玉有什么忧虑的话,那就是蒋介石这个孩子从小就比较顽劣,让他头疼不已。 蒋介石三岁那年,为了试试自己的喉管有多深,竟往喉管里插进去大半根筷子,幸亏王采玉及时发现,才救了蒋介石一条小命。 两年后,五岁的蒋介石看到院子里的大水缸结了冰。 居然站上去试试冰有多厚,没想到冰块破裂,蒋介石一头栽入大水缸,要不是王采玉及时发现, 蒋介石很可能就要淹死在那个大水缸中了。 蒋介石八岁那年,父亲蒋兆聪去世,但蒋介石依然调皮顽劣,总是喜欢和一群孩子们五枪弄棒, 眉眉打得头破血流,方肯散场,在私塾读书时。 蒋介石也不听老师的教导,为此没少挨老师戒齿,西口镇上的人也因此给蒋介石起了个外号叫瑞源无赖。 蒋介石十五岁时,王采玉为了约束蒋介石,给蒋介石娶了盐头村的毛孚美为妻。 王采玉十分喜爱这个媳妇,但蒋介石却一点也不喜欢毛孚美,对毛孚美的态度一直十分冷淡。 1905年,蒋介石打算去日本学习军事,王采玉虽然舍不得儿子,但为了重振门庭,光宗耀祖, 还是把节衣缩食所传的全部积蓄拿出来,资助儿子东渡日本求学。 到了日本后,蒋介石结识了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后经陈其美引荐,又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王采玉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知道儿子要干的是大事,所以经常写信告诉蒋介石,让他死生一事尽意。 物以家事为念,1911年秋,蒋介石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归国,负责浙江的起义活动,民国成立后,蒋介石受孙中山、陈其美指派,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成了北洋政府通令击捕的要犯之一。 蒋介石的家也多次遭到北洋政府的搜查,许多亲友唯恐受到牵连,都不敢与蒋家往来。 王采玉却处之泰然,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1919年3月,蒋介石将母亲接到上海,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母亲,见母亲面容憔悴,形容哭稿,蒋介石的泪水止不住夺矿而出。 蒋介石和母亲在上海共同度过了两个星期后,因要去福建公干,只得将母亲送回凤化,离别时,王采玉一再嘱咐, 瑞源啊,娘知道孙文器重你,娘不扯你的后腿,只是娘希望你在我活着的时候,每年都要回来看我一次。